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起从贵族名流到普罗大众都喜欢的太阳眼镜 1937年创立的Ray Bank绝对榜上有名 旗下的飞行员Aviator太阳眼镜 到现在还是经典热卖款式 这款最初次计给美国空军的眼镜 带有金框到三角形镜片和霸气的环杆 在战时保护了军人的双眼 战后又因为简单有型的外形成为潮人最爱 到现在都热潮不减 在1920年代美国陆军飞行队John McGrady将军 委托打造护眼产品的博士伦公司 研发出飞行员专用护目太阳眼镜 避免飞行时视觉模糊双眼肿症 几年后世界第一副绿色镜片太阳眼镜面世 广受飞行员喜爱还命名做Aviator 到了大约1930年飞行员太阳眼镜 甚至被美国空军列为军事专用品 1937年博士伦仲将这个产品推出市场 以Ray和Bang作为品牌命名 自此Ray-Bang正式诞生 而令到Ray-Bang飞行员太阳眼镜 搭入时尚街的人 就是美国大名鼎鼎的McAlfred将军 他在二战时期就会担着烟斗 戴着飞行员太阳眼镜的照片 令Ray-Bang太阳眼镜 瞬间成为男子气概的代表 和Sipro打火机和Holly电单车 成为当时美国的文化象征 而令到飞行员太阳眼镜 在80年代再度流行的另一个功臣 就是荷里活男星Tom Cruise 他在1986年电影Top Gun入面 飾演战机飞行官 蜂蜂万千少男少女的心 就年去年的韩国神剧《太阳的后裔》 宋仲基和宋慧喬再度相遇的浪漫时刻 宋仲基都是带着飞行员太阳眼镜 Ray-Bang所创造的经典形象 在历史上再添一笔